各位未來粉們記得追蹤IG以及粉絲專頁 搜尋未來男友力 哈囉!大家好!我是Den 大師兄 好!今天我來到大師兄的住處這邊就是 想要讓大家了解師兄他平常練法的過程 那這一次比較特別我們要講到的是 師兄他練的這個降頭蟲 一般在很多觀眾的認知裡面 可能比較了解的是骨蟲這類的東西 這陣子其實蠻多觀眾就是看到師兄帶這個蟲出來 都有一些質疑就是覺得說 感覺很像是水族館裡面隨便買個蟲 然後出來就開始唬爛說他是降頭蟲 這邊依照我自己個人的見解 其實泰國或者是其他國家他們在練骨的時候 他們也是拿一些我們隨手可得的這些蟲類 爬蟲類 那把他們統一放在一個桶子裡面 去煉製出其中一隻最強的骨蟲出來 然後再用特殊的方式拿這隻蟲來施法下降頭 師兄你的這一個蟲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看過你自己平常在練的過程 所以說你平常在練的過程 也是會拿其他的蟲下去練嗎 還是不一樣的方式 要看耶 因為像你剛剛講的那種做法是 大家普遍網路上查到都是這種 對那算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可是很少會弄 因為成本太高 一大桶但是最後可能只能出幾隻 那個成本太高了 現在比較少人會這樣用 骨其實分三種 一種就是像你剛剛講的那種 我放好幾種不同的骨蟲 或是說毒物 放牠們撕咬吞噬到最後一隻 最強的那隻牠就變成骨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所謂天然的 那這個是比較出現在雲南苗疆那邊 比較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牠們那邊老祖宗都會 有教牠們說可能看到哪一種鵝啊 哪一種蜥蜴啊 或是說哪一種蟲類或爬蟲啊 只要看到那種蟲之類就遠離牠 牠們那種蟲天生就是 可能就算是骨蟲 會讓你這個人容易生病 那種是天然的 台灣沒有啦 那像第三種就是說 像我們在用的這種 這個就是比較屬於 泰國或是說東南亞一代黑巫術會用 我可能拿一種蟲類 或是說像爬蟲類 我可能就養在一個地方 然後每天對牠念經 對牠施法 運氣好的話 牠這一代直接長到完全體質後 就是成年之後 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可能這一代沒辦法 我們要經過 要讓牠繁殖到第二代第三代之後 牠才能夠拿來用 每一次都不一定要看那一批的狀況 所以說 像你在練這個降頭蟲 牠平常有需要使用到什麼樣的物品嗎 還是說 只是一般正常這樣子去養牠而已 平常你說使用物品嗎 正常餵牠當然還是要 可是餵的東西我稍微會有點不一樣 比方說 你像我坐上現在這裡嘛 這是 平常在給牠 加持司法用的 蠟燭啊 然後像 比較特別會用到就是 我會用不同的油啦 那個油是什麼東西就不要問了 大家有默契的就知道就好了 那我可能一樣會用麵包屑 沾那個油 然後丟進去 因為這樣一來 我的油不會過度浪費 但是他們又能夠很平均的去吸收到 等於說 讓那個油去當媒介 然後讓他們能夠去承受 我關注在他們身上的法門 假設說這一批 這一批可能我覺得還不夠了 沒關係 但是他們會繁衍 他們會交配會繁殖 那在下一批他們的力量會更純粹 嗯 就每經過一代他們的力量會更純粹 那等到我覺得OK之後 那等於說這一批可能就完成了 了解 所以一般像你練出來的這種蟲 除了跟我們團隊就是出去探險所使用 那它平常還有哪一些的用途 好跟發言是看用途啊 比方說 你如果覺得說你最近業績不好 它當然也是可以用來招財 用來幫你好 或是說讓你的人緣變好 這就算比較基本的 嗯 那另外一種就是擋在避險 就是說它會變得有點像替身一樣 站在你身上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比較 大家在電影裡面比較容易看到那種害人的 比方說我今天 你惹到我 我看你不爽 我遠距離然後可能把你的照片 或是說把你的 比方說頭髮或衣服啊 撕一小塊丟進去 然後年金啊 讓他們去可能把你這個人的能量慢慢去吃掉 傳統說法是說我把你的運氣吃掉 你是不是慢慢覺得不好 對 這是一種 然後比較狠的做法是 這個就是 大家電影裡面看到的那種 我讓你這個人除了生病之外 然後你還會真的吐這個蟲出來 那種我們自己去做坦白講 我們下場也不會太好 因為那個太缺德了 嗯 所以那個基本上沒有在接啦 你最後說的這個已經有點類似像 泰國他們那種恐怖片 就是已經要置這個人於死地的時候 才會去做到這麼邪門的做法 藥店那個坦白講 對我們自己來講負擔也很大 那種收費通常都很高 可是我們自己下場也不會太好 所以我覺得不值得啦 嗯 那你像一般 坦白講他看起來噁心跟噁心 可是他終究他只是一個生物 對我們來說他就是一個工具 我一樣能夠用他來幫你 那我也可以用他來害你 那好或壞純粹還是看使用者 我要用他來幹嘛 嗯 因為平常私底下其實有聽師兄就是說 他基本上都是用這個降頭蟲 來幫人家做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就是可能運氣不好或者是說業績不好 平常師兄他比較不會用他來去幫人家做一些降頭啊 可能讓人家倒霉的事情 因為其實多少還是會影響到自己的運勢這樣子 你如果說只是我們一般在 比方說像師父之後要讓你倒霉 還有得解 我臨時我可能反悔我想處理掉都還可以 那像這種通常是出去就出去了 哪怕說他今天他死掉 但是我這個法已經出去 那通常也沒有回頭機會了 嗯 所以待會就是師兄會來就是示範一個 幫人家做好的這種法式的過程讓觀眾看嗎 今天主要等一下示範說 因為像這批我才剛做沒多久 因為前幾批 上一批前幾天跟你們出去用掉了 那這一批是上次有翻演出來 大概第三代了 可是我覺得還不夠 所以等一下會先做一個開光加持的儀式給大家看 然後會再 你說幫你祝福是不是 就是可能示範說祝福的過程 念經的過程 就是大概讓觀眾知道說 他的一個過程這樣 那我們待會就來讓師兄 示範一次他平常是如何使用降頭蟲 那以及他今天要對這些降頭蟲做開光的這個儀式 那我們就請師兄來做這個處理吧 我們下午後 こと님的了解 第一 Obi 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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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